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黑科技情報局 我是局長布萊恩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什麼是黑科技 讓我來跟大家細細的到來 黑科技就字面上來說 有別於一般大家所認知的科學技術 基本上已經超過人類科技所及的範疇 黑科技沒有科學的根據 但是又有著超能量的體現 例如魔法 或是超越人類思維的一種力量的概念 因此在正常的情況下 人類當前並沒有辦法實現的生產技術 或是產品統稱為黑科技 不過近年來 網路上有對於黑科技有了新的定義 大體上來說 只要是比較另類的產品 或是讓人看完後眼睛為之一亮的 也被擴大的網友稱為黑科技 所以透過以上的介紹 相信大家對於黑科技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本節目黑科技群報局 就是要為大家帶來當期世上最厲害 最無敵讓你眼睛一直亮的黑科技產品 話不多說 今天先來給大家講講 Drum的起源 Drum的起源來自於無人機 或稱為無人飛行載具 是一種無人員搭載的飛行載具 通常運用遙控引導或是自動駕駛來控制 最早的起源是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主要用於軍事用途 初期大多用於研究用途或是練習用的靶機 隨著科技的日益進步 民用級的無人飛行載具 也漸漸的越來越多了 飛行高度從2000英尺到3萬英尺都有 功能也是五花八門的 有運送貨物的 也有監控觀察的 有噴灑農藥的 有緊急的 有疾病防治的 當然也有拍攝高空照片的 是的 就是拍攝高空照片這個概念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黑科技產品 Drum 其實Drum就是一台會飛的攝影機 因為飛行把視覺的空間由2D轉為3D 產生了許多視覺角度的不同 這不是我們一般簡易的攝影器材 所能夠呈現出來的視覺效果 所以要拍攝出這種鳥看的這種場景 一般的民眾並沒有這麼多的錢 去搭飛機 租飛機做航拍 所以只能透過好萊塢的電影 去過過肝癮 不過大家也別灰心 相信今天透過我的介紹 你也可以很簡單的 做出這樣的視覺效果 早期的Drum 常常會因為各種的原因 失去了控制而造成的墜機 常常會讓無辜的路人受到驚嚇 還有嚴重的還會受到傷害 這幾年經過各大廠商的不斷的研究 修改 已經大大的提升了飛行器的質量 提升了操控的品質 讓我們來看看以下的介紹吧 我們來看看 好可愛的 是不是很厲害 現在竟然連紅外線影像感應器 都已經內建在這個DRAW裡面 在這樣的技術 早期只有在電影裡面的那種科技產品才有 沒想到現在都已經民用化而且量產 不管是你要記錄生活或者是家庭旅遊 有了這樣的一個利器 是不是讓你的生活瞬間精彩的許多 不過最後我在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無人機的法規現在並沒有太詳細的規範 在使用無人機拍攝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安全還有就是要注意隱私 也像以下這些朋友這樣 好了今天的黑科技情報集就到這裡了 對於黑科技有興趣的朋友 請關注我們天下位置的官網 當然也可以加入我們的 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WeChat跟Vimeo 如果有什麼事情想要告訴我的 記得留言給我 我們下週再會 掰